您真的好幸福 今天为了要追路股 到底还有什么的内幕 我想要挖出来 所以在前面给了一个 郭大哥一个任务 郭大哥 真的要谢谢你 今天为了这个任务 你知道他要打电话 去问了大陆的 谁是谁我不能讲 反正 结果他刚刚讲 两天之内 中国大陆官方 必有利空传出来 我先问 两天之内 是真的吗 什么样的利空 就是新股上市的批文 会正式批下来 就代表说 有大批的筹码要出笼了 那么对市场 会造成资金上的压力 混乱了 那么所以从可以看来 市场的业内 基本上现在 是比较保守一点 反而投资人来说的话 今天既然要查46家 那么融资融卷 这么严重的事情 上次跌了7.77% 这一次怎么 还留个十字线没跌 所以他们认为 短线利空出境 有点利空出境 但是不管你怎么讲 大陆已经连续跌三天了 这三天的下跌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它传达出一些讯号 这个讯号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我们 到底看 它到底跌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跌 第一个 严查两融 就融资融卷 那么严查两融事件 就代表它在资金上来讲 是有属于利空的 第二个 基本面的讯号不佳 这个基本面 有两个讯号出现 第一个就是 它的PMI 到现在没有过50 另外还有一个警讯是什么呢 就12月份 刚刚公布的 他们称之为 规模以上的企业 很复杂 我说规模以上 什么叫规模 它简单讲 大企业 大企业的12月的利润 衰退8% 这是过去 中国大陆历史上 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 对 我们上次有追到 那就代表他们的 大企业的成长动能 趋缓 对 所以到此 基本面讯号不佳 那么另外第三个 就是目前人民币的汇率 连续出现下跌的状况 对 那么最可怕的是什么 监管层面就是 这个证监会 每单必查 他要查什么东西 他查那个名词 说起来是很奇怪 那叫做高送转 那个郭大哥请上来 给我一个白板 因为呢 既然已经问到了大独家 他是每单必查 我先问 每单必查所指的 回到字卡 他们的利空 很可能接踵而来 所以每单必查是 每下一笔单必查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他指的是 叫做高送转的单子 每单必查 白板 哪三个字 我避免上一次问 听不太懂 哪三个字啊 什么叫高 很高的高是吧 高 高送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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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单子要查 这是什么东西 他是不寻常的高送转 我听了之后 也是好像一头五水 高送转 然后他们那种说法 解释起来我也听不清楚 后来我才搞清楚 这种事情啊 台湾在十年前常常有 台积电两股配一股 对 那么甚至我们很多发言公司 一股配一股 这叫做高配股 就高五场配股 所以他用送字 知道了吧 那么 转呢 转真知 你用银语转真知 两股配一股 或者一股配一股 那么你真的赚那么多钱吗 没有 那你赚这么多钱 有没有交税呢 我要去查一查看看 你的高送转 是为了炒股票呢 还是为了你逃漏税 所以这样就造成很多人 大陆老百姓很简单 我买一张股票 下个礼拜就变成两张了 这多好啊 高配股 那么当年台湾也是这样子玩的 这边是高配股 这边是银语转真知 这个是五场送 没有 它高是 把它分开 这是高的五场配股 跟高的银语转真知 所以其实 企业最怕政府查了 如果一查 那股价压力就重了 散户也是一样啊 我原来可以两股配一股 一股配一股 你现在要查的话 以后可能发行公司 就不会两股配一股 就像鸿海 赚了八块钱 赔我三块钱 台积电 今年赚了十块钱 明年还是不是 从三块钱多发一点 他们就担心了嘛 反而动作就会缩起来 造成路股的下跌 就是因为这些政策上的利空 那所以照您的研判 路股啊 接下来 因为还有利空嘛 您刚刚有说 接下来是会整理过后往上 还是就掉下来 但是今天有一些外资 仍然认为路股啊 长线驱持是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在资卡里面 跟大家提到了几个 这个市场面来讲的话 这些都OK啦 但是我们可以在 技术面 它主要是这个原因 我记得我在一个月前 在节目中跟观众会报告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证指数的月K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说一月份必然会出现高档震荡 发红之后的第九个月 对 一定会高档震荡 因为3400点是前面好几年的波段 对 你即使在这边收红或收黑 这边都是会出现震荡 它过热 这是再回到我资卡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月线 五日线十日线反转了 刚刚已经看到月线也失守了 那么今天我们注意到 今天的沪港通 上海是负的 大概负了两个%左右 那么香港大概震了四个%左右 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 今天有一些资金是确实 从发落股市再移出来 所以讲到这个人民币秀一下 我也很纳闷 刚刚阿朝有说 国际热钱分两个管道 卖掉股市追债市 另外一个更多的热钱转向了亚洲 台币前阵子走升 钱是竟然没错 可是人民币 当台币走升的时候 往下是升 竟然有了 在今年一月份 一月份的上半旬 升了一小段之后 接下来又出现了重扁 所以露股应该是资金 有点净流出是吗 基本上露股还是在这一段时间 它是热钱比较 就是中爱的国家之一 可是在最近来说的话 它受青睐的程度 跟过去比有点递减 因为大陆在这一方面来讲 有一些管制 反而台湾是收回 我很认同刚刚阿朝讲的话 从长线的角度来看 资金除了再次之外 还是往台湾跑 好 那因为刚刚我们上这段 追美国股市 我问了郑华说 美股如果重挫台股 它的答案是 我们有抗跌动脑 因为人家创历史新高 一样的问题 露股呢 如果说照您研判 可能会震荡 那假设 如果震荡 重了一点点往下 台股是跟跌不跌 不会 人家才 因为你们都说台股不会 不会了 台股会过高了 人家都表现那么强势了 我们哪里有跟上去呢 所以露股重挫 而且他们涨的股票很简单嘛 银行股 保险股 证券股 我们这三类股票 哪一个涨了 没有 都没有涨到嘛 金融股 我刚刚就想要问你 金融股前两天外资大买 十档啦 八档啦 今天马上又吐出来 所以外资对我们的金控 这种都是没把握的 他也不是没有把握 其实他们是干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来台湾 要去买东西的话 我老金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 101 这本来就是收购 他哪里知道哪里东西好呢 所以他先去跑台湾50台积电 有风筋 你看那个台湾50 什么中信金 就买这些照风筋 他就经过就买这些大的嘛 对 外资 你看外资买超的前几名 台湾50刚刚郭大哥说的真好 外资来方向 不知道我买这个大盘的 对啊 我到101去买东西去嘛 所以大盘日可以 郭大哥你换一下给我 我把这边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再说 这个 这是日K 大家可以注意到 昨天啊 跌十点 刚刚不是讲了吗 买了一百多亿嘛 外资买101亿 结果他收黑 对 这边就告诉你今天会跌 因为在市场里面 我们算是老一辈的人啊 有趣的依据 就是非常经典的话 叫做大单进场 指数推不上去 对 那就是有人在供应筹码了 那供应筹码你看 外资买了一千多亿 我们八大行物也不过买了两百多亿 那还有更大的卡带在供应筹码 在卖股票了 对 所以大盘您的研判是会跌下去 大盘啊 我是认为啊 刚刚不是讲这边的一个缺口吗 补了一半了 这是一个两个 这是第三个缺口 按理说第三个缺口 本来就要补掉的 OKOK 它只是涨多拉回的修正 所以大概修正到9350差不多 是这样吗 对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 而且你换成月K线的话 下面加KD指标 你可以发现一个很特殊 因为明天就收月线了嘛 对 对不对 有看不 均线都是KD 不是 KD指标已经重新黄金交叉了 OK 它已经连叠了几个月之后 重新黄金交叉了 它就告诉你 对不起9593我要来了 所以这个行情只是涨多了修正而已了 修正震荡整理 对 筹码安定之后再往上 好 感谢郭大哥 郭大哥回座位的同时呢 我先把大盘问了一下 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算大盘不会因为路股往下修正重 我们就跟跌 但是呢 铁定的会跟的是什么 大陆相关连接的ETF了 那ETF如果手上还有 有赚没卖掉的怎么办呢 ETF基本上我们先看两只股票 一个看这个2X 这2X的意思就是两倍的意思 你看它的K线图 你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一件事情 以目前的ETF来说的话 它的K线图里面告诉你 它那根长黑K棒没有过去 对不对 对 那么爆量的长黑K棒没有过去 它有转弱之鱼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就是上证反 就是比较偏空的那一个K线图 月线悄悄地回升了 上证反还真现实 只要路股重挫 它反的 所以在大涨 你看 对 它反而就有一点月线开始回升 有点足底的味道出现 趋势上还是还没有正式翻多了 但是底部现在再出来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拿这两只极端性股票 给观众朋友看 就是说你要做多头的话 两倍当然赚最快嘛 对 可是两倍的股票 从线形上来看有转弱之鱼 对 可是做空的那个 反而在现阶段有主体的现象 它只告诉我们一件事 短线上 可能路股 现阶段就是呈现一个 震荡整理的格局 对 所以郭大哥 如果现在大家研判 路股可能还会在震荡修正的话 就去买上证反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去买上证反 因为长线上它还是好 但是短线上 你少去碰2X 好 跟大家做点掌握了 总之路股走不稳 上证反而涨起来了 因为它就是买反方向的 其关心ETF您怎么操作之外 大盘跟路股的相关我刚问了 那大盘其他的面向 还是在这做点补充了 首先先说因为外资 外资今天不是连酒买吗 请看进口数的期货多单 今天多单报告 昨天是2万1千多口 创下不断新大量 今天的多单大大减少 大减了6500多口的多单不见了 正价差呢 保证正价差没错了 但正价差收链缩小了 所以大盘现在呢 就像郭大哥说的 我们可能有一点点寻求支撑 是不是这样 还是会震荡整理呢 选择权 选择权呢 今天也是不好的 看跌的卖权 增加好多好多 所以我才预告啦 外资的买盘 酒买恐怕会close 结束掉会缩手吗 再来一个负面的借券 你看借了这么多 再来一个 外资已经有点翻空了 我不知道了算不算了 总是偏保守了 八大光谷行库 刚刚阿潮看过了 八大光谷行库 卖了这么多 今天买也是买几十四万两 所以玉堂以您的研判跟解读 包括台币今天是重扁的 盘就是先回档求支撑吗 我认为可能震荡的一个机会蛮高 要持续过高 我相信外资虽然钱很多 但是也不是凯子 这个地方持续性的买超台股 对对 你看今天这个地方多单 我认为今天关键 其实棋子的部分多单大减 那代表说其实先前我们看这个外资的一个 我们讲对于指数的看度 好像心态有一点稍微保守了 讲到心态我才有问题 外资的心态会不会就是我刚刚问阿潮的 买不动买不动 买不动会生气嘛 生气就把它卖掉 反正就反向做会这样吗 我认为还不至于 没有到这个要马上的翻空 那应该是说 从期货的部分来说 我刚刚讲了外资可能也会稍微保守一点 因为毕竟这一波拉上来之后可能有一些要先下车了 接着农历年要到了 剩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他要做一些调节 但是我会认为说 为什么不至于看那么差 因为今天现货买的一些 个股身上一档这个0050的部分 台湾50兆买 对因为台湾50就是 我们讲就成分股全职股的一个标的 所以外资还是在这个现货的部分 大买台湾50 所以我才会补充说 就是说即便期货它没有在持续性的加码多单 但是它不至于在这个地方翻空 可能这个地方我会认为说 其实刚才集会专家也谈到 其实对台股的看法还算乐观 我认为也是如此 不过个股的表现上来说 就要去留意了 你看有些买超的个股跟卖超的个股身上 不管是高位阶或低位阶或强势性的个股 这个可能是在现阶段操作要去留意的 所以只要日后我们看到 外资依旧是买0050台湾50 继续正在买方的话 外资偏多操作依旧没变 只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如此之多就对了 我认为因为连巴买千亿之后 不可能瞬间就翻空 国际的局势我相信也没有太大的 一个负面的一个变化 好 感谢玉堂的补充了 说到了外资投信 我们广告前先念过一遍 今天外资投信同买超的档数 有三档 是联电台湾50 你看台湾50连投信都买了 好 易光 先预告一下 友达 友达是外资买车的第二名 今天法说会 成绩如何 待会帮您做一下检查 同卖的是群创 而且卖很多的是在金控国 卖了十档 二分之一 外资的卖都在卖金控 昨天大买 今天大卖 所以是不稳的 郭大哥刚有说 广告前提到了TDR TDR叫做T台湾台湾存托凭证 掌停板第二页 再来 十档掌停板够猛吧 所以郑华待会交给您了 没有问题 太重要了 你知道台湾存托凭证 竟然听说 是从ETF那儿资金 测出来转到这儿 有没有让郑华找证据 还有一个点 中国大陆的阿里巴巴 横等之大企业 听说 他跟政府官方杠上 更听说 扯上了政治阴谋